大家好,歡迎收看這節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梓棠 在這個環節,請來Arnold跟我們聊聊 Arnold,你好 先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來204-6566問問專家意見 或者可以把問題電郵到ASKBEST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都是在做直播 大家可以幫我們like和share影片 有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會盡快解答大家 先和大家看一看港股最新的表現 大市又再度升上來了 暫時升161.30481點 國企指數暫時仍然要下跌 下跌37點,12402點 今天成交不算太多 暫時來說,大市成交953億 都未過千億 先和Arnold談談 大市如果看圖 就看到一個死亡交叉 10天線跌穿了一條20天線 但今天市場由升轉跌再變升 但如果我們從技術走勢 又或者從基本面來說 牛市玩完了嗎 現階段的確的 特別是這幾天跌得這麼急 開始會擔心 是不是之前走過牛餐 甚至未來會轉一個空市 機會率是升近的 現階段你看圖表勢頭上面 的確相對比較利淡 但是現階段只是說二月中或者二月初 其實你說很多時候 你看未來走一個偶市、空市 看不看日線圖 看月線圖位置 如果整個二月份真的出現一個大陰燭 由33000這些位置跌下來 收到在30,000點都守不住 在更低的水平的話 在急升完之後 高位出現大陰燭 的確說這是一個信號 但正如之所說 現階段才是二月中 新年後發生什麼事 試點下 現階段仍然有待觀察 大家都知道現階段 今次跌是環球性質 大家擔心貨幣政策 資金上面 或者未來的債息 債市上面 都有一個很大的波動性 但是後市最終怎樣走 其實你看一些經濟數據 甚至今早公佈出來的內地經濟數據 雖然有些春節假期因素 但是其實你看到整體表現 是不差的 但是特別在匯市上 你看到近期來說 非常波動 今天人民幣又突然有明顯的貶值 所以我覺得存在著的變數很大 暫時不要馬上去推斷 說是否牛轉紅等等 意義不大 你看到月尾 可能就開始有啟示 暫時看短線走勢 但是短期後市來說 暫時勢頭都不樂觀 第一方面昨天 升完八百多點這樣跌下來 穿頭破腳 大陰燭 這是一個利淡訊號 第二方面 今天即使出現反彈 但你也看到上不到50天線 所以我想暫時來說 跌穿三萬點的機會 都仍然相對地比較大 但是始終我覺得 最關鍵是北水的情況 這兩天的確看到 有一個流出的跡象 但始終之前正流入這麼長時間 都看看是否真的 長期有一個淨沽出的情況 但是以現階段 經常都在說 當一旦北水流出 這是一個警號 暫時來說 的確是看得比較深深 好了 昨天北水就淨流出 還有其實市現在 除了美股的影響之外 A股對港股仍然有一定的影響性 我們先看看今天A股的表現 戶心300指數暫時跌大約1% 上證綜合指數 亦跌超過1% 深淨成分指數 有得升一些 但大約1%上來10343點 深淨綜合指數 亦升大約1% A股未來就快要假期 就會優勢 你看A股的短線走勢 又會是怎樣 對港股的影響性 又會不會像之前那麼大 還是現在 港股都是主要受美國那邊牽制 其實A股的表現 和影響是更大 但是你要看今天A股 究竟屬於是好還是差 如果單看指數 特別看最普遍的 上證綜合指數 或者戶心300指數 再跌多1%又多 當然是說勢頭好像略為偏淡 但是如果你留意 整個內地股市的升跌股份比例 其實有八成以上的股票 都是上升的 為什麼有這樣的情況 你可以再留意 看深淨成指 或者創業版指數 其實差不多升1% 反映為甚麼 其實今天跌的 主要集中跌 是說一些內地的大隻 即是說四大各有 或者中人沙 這些大型的內銀內險 這兩個板塊 就說的跌幅是非常之誇張的 仍然是說 有些部分跌5-6%左右 發生甚麼事 就是始終這輪調整上面 它們升得本身比較多 第二方面 大家擔心未來人民幣貶值這個因素 因為近期看到 美金有轉強的跡象 人民幣升了那麼多 近期來講 貶值會導致到 有些外資撤退等等 所以A股市場 其實之前提及到北水流出 其實內地股市都同樣 特別看回那個 護港通 整體南向 即是說上面 去北上的異獄 其實你會見到 整體也維持了流出一段時間 所以A股 其實特別一些重磅股 可能有機會繼續調整 但是成為A股市場的氣氛 又不是說真的一面倒利淡的 所以我覺得維持A股 落到這些水平 其實我覺得未必再出現 有一個大跌的空間 但短期性的確相似假期前 流動性這些因素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特別講緊記來說 那麼多 可能你在收緊監管機構 相關措施 的確對A股會有一個影響 但是如果看今天的升跌股分比例 我覺得你在內人內險 調整這一陣子之後 我覺得都差不多 所以現階段 都可以先抱一個官網態度 剛才你說到內銀內險 因為受著水緊的情況影響的時候 其實都見到這個板塊 之前升了很多上來 也都回了很多 在近這一段日子 現在大家都會在想 其實市場是不是應該跌定的時候 又可以吸納這些股份呢 如果內銀和內險板塊 兩個去選擇的話 現在又應該選擇什麼股份比較好一點 真的要去搏反彈 都願意選擇內銀為宇 始終你是說兩者分別 始終內銀股 今年的基本因素相對比較良好 其實你是說之前看好內銀的 資產質素改善 其實我覺得 暫時看到的確這一方面會有一個變數 好像昨天內地的房地產行業 開始說可能整體流動性會轉 如果你是真的有房地產企業出現問題 資金鏈斷裂等等 這個因素會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但是當然現階段只是一個憂慮 言之常早最後見到沒事的 一些內房仍然能夠繼續進行 發CB 融資等等 整體現成的產業鏈都是順的 其實之前說一些資產質素改善 或者不良貸款比率會壓下來 其實基本因素仍然在 另一方面就是雖然流動性緊張 未來的傻房上升 甚至內地如果有通脹壓力 都可能會加息 但是這個因素對於內銀股的息差 亦都會有幫助 其實今年隨著息差擴闊 都預料大型的內銀股 仍然有雙位的數字的盈利增長 所以內銀股今年投資價值 仍然相對比較高 所以如果這輪市況調整 要去吸納 當然都是選擇強勢之前的 好像電行、公行 仍然是直播率會相對比較吸引 特別說難得就借著這個勢 調整了這麼多 的確是可以開始考慮 但是這些水平 正如之前所說的指數 都可能仍然有機會試三萬點 我就未必建議這麼急去買 如果你是首選 都建議選擇一隻建行 如果你看見建行的圖表走勢 始終昨天這樣大陰燭 跟市房一樣 市房又跌穿了50天線 又跌穿了20天線 我覺得建行 其實最關鍵 已經落到50天線 8元這些位置 未必說真的在初步見底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去考慮 撈底博反彈 我都建議 起碼七個八樓下這些位置 才開始早部署 沒錯 如果要保住建行 或者其他股份都要等到三萬點樓下 直播率就會高一點 內銀股 內銀股就選建行 看看內險股 其實今天國壽 外面自己也討論 很厲害 跌幅最大的籃籌 現在跌少了 今天低位去過24元以下 平保也去到81.6元 最低 現在跌少了82.8.5元 這兩隻股份 平保一直都很多人問 比騰訊更加多人問 買不可以買不可以 平保你怎麼看 還有國壽的基本面也好 或者前景是否要看低一線 如果你說今年 即2018年 其實國壽的表現不是太差 今年內險股當中最嚴重的問題 你見到會是新華保險 新華保險的沽壓 是非常嚴重的 不知不知道原因 我想就是一些北水的入市育 特別是北水在做一些緩馬保署 大部分特別是在跌市之前那段時間 即使市夾到33,000樓上 北水仍然在內險板塊持續沽出 而北水的佔比最大的新華保險 就受到這個因素拖累得相對比較嚴重 短期來說 我覺得即使市況能夠存定 北水即使再次流入 會不會去追捧這些內險股 我自己覺得機會不大 但內險股相對於今年比較強勢 例如說泰保或平保等等 其實調整多一點都可以考慮去買 但即使平保為例 你見到股價都跌穿了一條50天 其實跟市況一樣 平保很少試過跌穿了50天 甚至跌一跌之後 很快會出現一個反彈 但現階段轉勢的訊號 或者轉勢的風險因素 真的慢慢開始在否現 所以都是建議後低一點才去買 如果你看看平保的走勢 這些位置的確從過去一年的表演上 幾次一旦穿50天線就是一個建底訊號 然後馬上重拾升勢 幾次都是 但是現階段 這輪的沽壓非常嚴重 甚至看到平保都有北水去拋售 你說分拆錄金索這些相關的因素 短期又未必這麼快可以見到 其實這輪就升市了 可能之前大家的市場 可能之前的市場氣氛好 覺得提早炒業績 但是業績方面 其實我覺得仍然有機會有些炒作在 但是未必說是你一刻去炒 所以我覺得都會厚低一點才去買 平保現階段來說 可能真的跌到80元左右 這些位置才建議去博 另外我們又回答一下Youtube上面的問題 有位朋友想問一隻1536 比較少看的 旭榮集團 公司做些什麼呢 剛才也搜尋了一些 就是做一些鑽孔 或者一些鑽岩的機器的設備 這隻股份今天都有些消息 就是主席日價去到出售控股股權 日價超過7% 所以復牌之後都升了上來 但是這位朋友說都很厲害 不知道是不是收到消息 百毫只買的 現在股價升幅差不多超過一倍 現在市況又這麼瘋的時候 有錢賺 獲利的幅度也很多 應不應該只賺食了一戶 其實最主要是說 可能未來有機會提到全購 價是1.79 你見到今天股價突破到 升到最高1.9毫半 大家會接近未來 可能有機會提價等等 因為你始終在說這些公司 你看回總市值 雖然近期升得多 但是可能是6億左右 你真的略為提多一點價 真的不奇怪 但是我又覺得這些小公司 我又不會抱一個太大的憧憬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說 那麼低買了 可以考慮以1.7為止賺位 不算1.7 繼續駁這些相關的因素 因為你說說如果一旦提價的話 潛在升幅可能是一成甚至兩成 所以你論值博率繼續持續吸引 或者你說提價會不會突然間取消等等 其實看回公司的市值又不大 機會性就真的不高 特別股權集中比較容易 所以我又覺得現階段的部署策略 我會建議以分1.7為止賺位 不算1.7繼續持續 看看有什麼進一步的消息 好 這位朋友可以參考一下Arno的意見 另外Email也開始回答 有位朋友Billy 他就說拿了中銀香港很久了 想問一下前景 還有這隻是否銀行股 這隻是銀行股來的 本地銀行股 其實今天都看到 本地銀行股有個不錯的一個反彈 剛才看到恆生都在升幅榜 差不多藍醜的升幅榜 現在暫時排第四 恆生今天升到大約3%上來 中銀香港40元穿了之後 就滾滾滾下來 暫時今天升到大約1.7% 37.9毫半 現在這隻怎樣做部署好呢 是否都可以握緊呢 其實那個勢頭是仍然相對偏弱的 即使今天反彈 但是經過這輪的調整 特別這輪市況跌得比較急 但是在市況跌之前 他們已經相對比較弱勢 年初至今特別是一月份升那一陣 中銀香港好一點 但是你看回恆生 不是說真的非常受惠 大家都仍然在擔心 在說未來 加息的步伐過急的話 其實本地銀行雖然有受惠 但是當加息步伐過急 他們就反過來 未必是一件好事 因為在美國加息的過程當中 香港銀行特別是大型的銀行 他們非常受惠 預料的息差會擴闊 因為第一方面他們有不少的美元存款 第二方面始終有一個加息周期 他們會有一個移價能力在 經濟現金的表現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說息率過分地 即是說加息的速度比預期中快的話 那會導致一些什麼 就是一些企業未必說能控制到 甚至樓市會出現一些危機在 所以實際上可能它的息差 整體現額是擴闊了 但是實際上可以借出去的貸款 整體的貸款需求約 那就未必是一件好事 所以現金的負面因素 是的而是確實在涼氣的 所以我覺得部署策略上面 如果短期後市來講 市況能夠存定 可能在30,000點至31,000點 這些位置拉鋸 他們有機會可以發揮他們的防守性 但是中銀香港好一點 論估值就不算是非常貴 所以我會建議繼續拿著 跌到這些水平 其實你在說再跌個空間 暫時自己看 不是說太大 所以我會建議部署策略 暫時以37元作為一個止洩位 不穿37元就可以拿著 這些未必是溝貨的兩機 這個市況暫時來說 不建議做入市部署 至於你在說股價後市來說 能夠反彈到40元這些位置 如果市況仍然是一個悶局的情況 可能就建議減設 好了 這位朋友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蕭小姐 你好 你們兩位支持好 我請問你 健康達到甚麼價位 還有我入了油邦 63.8日有機會回到家鄉 好啊 逐聲問 健康剛才說過 如果內銀股當中 市再回到30,000點留下 可以想想買 但現在原來是未入健康 這個時候買健康的話 應該幾次買呢 今天的健康跟市場一樣 可能比市場更強 可能建一建百元這些位置 有個初步存定的跡象在 在圖表上可能初步見大 但是我看法比較審慎一點 就不要這些位置博去見底 因為論直博率不吸引 我相信健康的股價短期後市來說 要彈到之前的高位樓上 機會性就真的不大 甚至在新年假期前 可能市場仍然會表現比較反覆一點 現康我覺得仍然會有個機會 試一條50天線 所以我會建議大約7.8這些水平 才去買 但這些市場都要做好風險管理 如果7.8這些位置買 就建議議分7元作為一個止洩位 反大目標到最後 可能看遠一點 看到下延下個月的業績 可能看到9元這些水平 嗯 好了 還有1299有幫 63.8買的 如果看回圖 現在似乎是受制於一條100天線 有沒有機會回到家鄉 還是還是要等久一點 現在市場波動 63.8其實距離現階段 不是說很遠的 可能升多1-2%有機會見到 我不會排除這個可能性 但是有幫 我看得不樂觀 甚至說 一個雙頂的形態 很大機會形成 現在你看圖表走勢上面 之前69元這個位置 很大機會形成了一個雙頂 項線位在61元這些水平 如果真的正式跌穿61元 那以量度跌幅去看 有幫 可能甚至有機會見到51元 52元這些位置 不奇怪 所以你說這些水平 如何做部署 我覺得可以等它有沒有機會出現反彈 有機會修補之前回流下來 下降裂口 看回到63.5元這些位置 我會建議沽出離場 如果後市真的不能夠反彈 甚至跌穿61元這些位置 就算是虧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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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虧 虧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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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没有机会到 80元是第一转会建议买入 因为短期来说有机会再震一震 但是我觉得平保又未止 真的那么负面 之前分拆六金所的因素 没有理由突然间完全不是一个利好因素 或者在估值上没有机会提升等等 你说试100元现在的机会是很大的 但是你说不是短时间内会见到 所以分注级纳部署是OK的 但是你看到小头50天线这些位置跌穿了 甚至短期来说是否立即马上出现反弹 正如之前所说过一年的确释放好 你说平保很多时候见到50天线马上出现反弹 但是现时市场的风险因素 可以说过这一年来说相对风险因素相对比较低 存在着很多不明朗因素 所以短期来说是震荡的 我会建议分注级 80元第一注 第二注抠回之前这个低位72元这些位置买 两注这样去买 可能跌多一成再去购货 但是你说如果真的说当72元去买的时候 连70元这些位置都守不住 就可能需要理性地指示你出 因为我想如果连70元这些位置都跌穿了 我想你说市况可能真的表现互相对比较差 好了 邮小姐除了平保之外 是不是还有一只股份想问 Hello 本身就是420元有货的了 我现在想它有没有机会跌穿100天线 100天线是在394元 即是穿400元 大不大机会呢 其实现阶段穿400元的机会不算卖 但是你说会不会很肯定地跌穿400元 我又未至于 因为腾讯我自己的看法仍然是乐观的 现在说市况的不明朗因素 其实我觉得对腾讯来说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腾讯今年的业绩都仍然是乐观的 甚至三月份公布17年第四季业绩 我觉得仍然有很大的冲敬 特别是股价油的高位调整了这么多 在这些水平来说 他们的股值是更加之吸引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来说 腾讯始终和指数特别有这么大的敏感度在 当市场真的出现浮现一些不明朗因素 好像美元突然又过分地走强 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等等 可能有机会借势落回380元 不奇怪的 所以我自己看回腾讯短期来说 股价有机会徘徊在380元至440元区间 如果一日未上分450元 10天20天线流上的话 走势仍然是相对偏弱的 所以我会建议 有货的我都会建议够中长线炸转 但是你在说如果真的要考虑去买 都可能就是赶390元左右这些位置 或者380元才去买 好了 也是邱小姐的电话 另外朱小姐也在电话旁边等着 朱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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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中华煤气 是 今天就是一个月中央 我想问一下 现在这么震荡的时候 如果是入的给价位 如果震荡的时候 煤气也不适合入的 又不紧张 不想你给个意见我 好了 如果是入的给个价位 好啊 好啊 煤气 我想很多人都问的 就是那些公共股呢 就是防守性相对比较高 但是呢 加息其实是会 就是对他们都会有少少影响的 那现在呢 是不是有煤气的时机呢 就不建议这些水平 比如买公用股的 特别是煤气 中电 这类似的股份 始终现时的市况调整 不是说经济突然转差等等 是大家特别担心的 就是美债的息率不断的抽升 这个因素是削弱了他们的投资价值 所以说不排除资金 都会有些流出的迹象在那 所以说煤气 你看看走势 其实真的有机会 甚至试试14.5 之前横行区间底部的位置 都不出奇的 所以这些水平我就不建议去买了 暂时最好先抱观望态度 看看它跌到什么水平 如果你连14.5这些位置都守不住 股值条落到14.5这些位置跌 可能在说7-8% 真的一点都不出奇 因为始终说这些公用股 现阶段的股息率 或者回报率等等 不是说真的非常吸引 所以我会建议暂时来说 先抱个观望态度 这些市况即使打算避险 都未必建议这个版花为余 好了 又听一下女小姐的电话 女小姐你好 Hello 你好 是 是 是 你想买吗 是 现在现价买 是 好 希码眼科应不应该现价买呢 10.5 但这些股份之前炒得很厉害 现在这个价位 如果计P.E.也好 怎样都好 抵不抵买呢 P.E.一定不抵的了 但是股值上反映了多少 或者未来的内地发展上是怎样 有个未知之数在 所以我想现阶段 你的股值偏高 这个因素又不是太负面 但是经过之前一轮急升急跌之后 其实都见到交投量越来越少 好像希码眼科为例 你看看今天的整体成交金额 大概是2,000万左右 在一个这么淡试的当中 你说要去拼这个股份 我想反弹的幅度 或者反弹的机会 就无论太大 甚至你看回走势上面 如果股价在之前炒完回落来之后 未试过正式跌穿10元 如果你短炒这些位置入 以10元作为一个指示位置 没问题 直拼率好像很吸引 不穿10元 拼它上回可能12元 直拼率固然好像吸引 但是正如之前所说 由于现阶段的交投是非常疏落 就算你设置指示位置 可能设置10元 都未必或是能够成功地執行 风险很大的 一旦跌穿10元 沽压可能是非常之快 所以我不建议这些位置去博 好 女小姐可以参考Anno的意见 另外真的很多人问平保 有位朋友88元 进了三手平保 问问大家现在应该如何做部署 关小姐问的 如果对于你的持货能力 相对地可能是三手 已经是比较重一点 我觉得就要适量减持 始终我觉得平保跟随大市调整 的机会仍然是相对比较大 平保我会看到可能80元至82元 这些区间都有机会见到 看市况如何行 特别在未来美债的息率如何走 美元的走势如何 甚至A股的表现如何 这个都有很大的不明朗因素 因为始终现家店特别在新年假期前 未必看基本因素 可能是资金流的对应动向上 影响性会相对比较大 所以88元 可能真的会跌多一成 甚至更多 都不奇怪的 所以可能真的多货的 适量减持三手如果是多的 可能先减持一两售 抠回它落到80元以下这些位置 才去扣货 好了 又继续带来问题 有位朋友email来问 就是问一只一二零四海国际的 它的买入价是一个三毫三 有没有机会回家乡前景 怎么看呢 这只就是从事物业发展投资的一些公司 四海国际 如果一元留上买 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那就不要抱一个态度 想着有机会 可能真的有机会可以平手地走 因为自己看图表势头上 机会真的不大 你看看这只股份 过去这半年表现非常波动 试过一度炒过一个三毫七这些水平 接着说在短短两个星期之内 由一个三毫七 可能市值蒸发了一半 跌到六毫半先这些位置 又到六毫半先这些位置 接着也试过一度升五六成左右 反弹回上来 但是现阶段 你见到股价都跌穿了多条平均常用的平均移动线 十天线也准备跌穿了五十天线 发出一个死亡交叉讯号的机会 是相对地比较大一点的 所以暂时我会建议部署筛略 以八毫子做指示位 真的穿了八毫子 就理性指示利场 但是如果你不穿八毫子 有机会反弹到 可能接近二十天线九毫半先这些水平 都会建议沽出利场 嗯 好了 另外有位刘先生 想问阿努你 就是九仓 目标价我可以看多少呢 以及止蚀价应该怎样设置呢 不知道它有没有货 如果是未有货的话 九仓现在应该买呢 今年九仓因为炒过 大家可能全局 大家猜它有机会可能私有化等等 令到股价走势今年相对地偏强的 但是你近期随着私房调整 即使私后化也好 价格可能都未必有之前这么理想 特别是在年初 升了这么多这些位置 风险因素是大的 所以我觉得部署策略 如果你有货的话 无论什么位置有都好 可能你是之前 可能只持久仓 在分拆前持到现阶段 我会建议以分二十七元 作为一个止息或者止赚位 如果你说跌穿二十七元 那就沽了它就算了 如果不穿二十七元 或者你持少住的话 继续等它 看看有没有机会有些私有化的消息 我觉得在这些市况当中 又应该没坏的 嗯 好了 另外有位朋友 就是想问607风性空股 他说现在能不能进入这只股份呢 那我就不建议了 因为始终在这只股份 其实都见到有北水去炒的 但是近期来说 始终都见到北水 仍然有个自足流出的迹象在那 虽然没有说是这只股份大量流出 但是未来来来说 会不会有出现这个情况 风险因素是在增加 所以你看看图表走势 如果连五十天线这些位置都失手了 调整幅度仍然可以更深一点 跌多两色 试回三元这些位置 或者更低的水平 真是不奇怪的 所以你说暂时这些位置不建议反弹 因为你看看势头 跌出五十天线的机会仍然相对比较大 如果三个半这些位置失手了 有个深一点的调整 所以不需要那么急去埋埋 好了 问多一条问题了 二五七中国光大国际 罗生文的 可不可以长渣呢 见到它的股价跌了很多 去到五十天线以下 穿了五十天线 光大国际长渣 现价买得不可以呢 如果长渣 看看你抱着什么心态 你是说一年的话 现阶段 一年来说 特别现阶段的市况 这样走着 资金链的变化 可能即使基本因素强劲 但股值需要调整 都可能是在所难免 所以你是说看看 你抱着什么长渣的心态 如果你是可能 三五七年的话 我相信这些位置应该没问题 我觉得内地政策层面上 这些环保 或者是相关 可能是做污水处理等等 或者未来做一些垃圾发电等等 都应该仍然的前景是乐观的 那投资价值仍然是在 但是我觉得 即使你要去买 其实就不需要这么心急 现阶段未必是说 即刻是一些中长线 投资的良机 因为始终市况刚刚才开始调整 特别如果你说 中长线的态度去看 有机会可以留下多一点才去买 如果你是从图表走势上面 刚刚就试过跌穿条五十天线 虽然今天能够上升 但是能不能够站稳 真是一个未知之数在 你说如果真的打算做一些 中长线的投资部署的话 我也建议等到股价 落到10元左右这些水平 才开始做部署 好了,谢谢Anno 详细分析Anno 有没有持有上述台的股份呢? 也没有持有的 好,谢谢Anno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回来再见吧 转发来 谢谢Anno 2003 000